近年来,全球极端气候事件频发,再次警示我们各国利益息息相关,谁都不可能独善其身。 当前,人类正处于应对气候危机,避免全球灾难的关键时期。 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实际路口,一些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,炒作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等等论调, 将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工具化,无疑是将拖累全球的绿色低碳发展的步伐,损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。 我们呼吁各国坚定地选择团结合作,摒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,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,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,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体系, 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,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